方舟二代游戏续作获奖延期上线 而方舟一代游戏即将免费升级为虚幻无引擎重置更新版 好久不见啊各位 这里是一只查莫人 今天就来给各位盘定一下 紧急方舟各大平台的游戏动向内容 本期内容十分丰富 各位可以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方舟玩家细致 首先呢 就是万众瞩目的方舟二代游戏了 在2020年 公沛福官方就宣布了即将在2023年推出 steam也是可以搜索到游戏的三连页面 但现在2023年了 这个页面的发行日期却变成了即将推出 你这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呢 不过最近方舟官方还是放出了游戏中的两个生物图片 这个呢 应该是方舟二的剑龙 图片的森林背景 咱们就先不说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游戏的实际画面 当看这个恐龙的话 细节是更多了 而且整体的外形看起来就比一代帅气了更多 另外这一只应该是万龙吧 还记得之前方舟二的第一个宣传片吗 在视频的结尾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看样子 方舟二的恐龙生物应该是更加还原真实的生物细节 还是挺期待的 另外就是方舟一代经过官方确定 会给方舟一免费升级为全新的虚幻无引擎重置版 哎呀 这可太棒了呀 现在方舟一代的画风有点偏向于卡通 恐龙方面呢 说真实也不是很真实 如果用了虚幻无引擎重置 那结果可想而知 虚幻无引擎主打的就是一个更加真实的游戏画面 这波重置 那岂不是能让方舟一再次换了一星 毕竟方舟二的王法机制 目前已知的信息可以知道和方舟一截然不同 之后的方舟一和方舟或许能相辅相成 还是非常期待的 方舟电脑版的资讯就是这样子了 再来说一下switch版和手机版的方舟 近期switch方舟已经加入了更多的DLC 连机变地图都已经出来了 但听说游戏还是没有加入中文 并且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bug 但就算如此 也注意让手机版玩家垂涎三尺了 我们的手机版方舟呢 还是老样子 没有任何的内容 或许是因为方舟所有的团队 在全力开发switch版本的制作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算是重置版的switch方舟游戏画质 和手机版对比就是多了一分质感 多了一些光照效果 这是不是说明或许在将来的有一天 手机上也能玩到和switch版差不多的方舟 焦土级别灭绝创世记呢 让我们敬请期待 最后还得说一下 有些人就不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在手机上玩呢 你们是不明白 随时随地玩 一有空就能立马玩手机的快乐吗 说什么干嘛不买个电脑 什么不如云游戏 你们真的玩过方舟手机版吗 这能一样吗 将在我手机里全是一些社交游戏 什么王者刺激LL 全都是因为朋友玩 我才跟着玩的 希望在未来的有一天 我掏出手机和你一起的 不是一场又一场的紧张对局 而是一个随心所欲 自由自在的方舟游戏世界 这才是为什么我喜欢方舟手游 那么好的 我是一直参谋的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吧 感谢各位的一直关注 新年期间我也是有很多事情 没有更新 祝各位新年快乐 那么好的 我们下节目的电 拜拜